强化 控场差 情声低 谢娜和吴欣究竟是怎么当圣主持人的 曹颖在接受选手 谢娜却过于火跃 全程只让人记住了好美的烟花 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天爱之音的阿姆龙 好美的烟花 还有48小时突围战 第一战竞技的人群王魏晨 好开心 哇 好美的烟花 来的摇滚青年 广州城区冠军王月鑫 哇 来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坏人的世界 好美的烟花 现在我只想求曹颖和选手的心理阴影面积 当年可以说是年少无知 可多年后的他依旧没有长进 在晚会上多次强化 54位朋友来支持了我们 我们接下来在快乐队 要抽取一名幸运观众 打个招呼 因为刚才这个壮志在我兄 可以说是 好高养 我穿高跟鞋有没有可能 你们站一下 刚才的这个壮志在我兄 唱得我们很嗨很然 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是 请他们好好的来给大家打打招呼好不好 好下一位 后来个儿矮 个儿太矮了 好好好 想起网友曾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都长大了 只有他还停留在原地 说到现在就不得不提一提五心 他在一档节目里说话不经大闹 对女生平头论俗 确实这个脸也太素了 毛孔毛孔大 一只狗没有 真的有人这么活得清心寡愈 对 韩队还给女性贴标线 没有口红 没有化过妆 没有高跟鞋 是男的 甚至迷惑发言 微信只有130个好友 我2230个 2834 为了综艺效果找不到话只能硬Q 朋友们 朋友们 这个为什么要摆在家里 而在另一档节目里则暴露了他控场能力的短板 看啥 我还没开始呢 你们招啥急 但是你盘场了 你不能呆在这个区域 我刚出来 不是 我 那我也刚看到吧 不行 等一下我去跟他拖通一下 你又回来了 瓜瓜 不是 我没回来 就是他们现在堵在这门口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真真是大爱心现场看节目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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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